拜登和民主黨人與各大科技公司長期保持密切關係 保守派一直對此表示擔憂 目前拜登已聘請來自五大科技公司的至少14名現任或前任高管 他們將為拜登過渡團隊提供建議或在將來的政府中任職 路透社上個月報導 亞馬遜、面書和谷歌等科技巨頭正在遊說拜登過渡團隊 希望安排他們的高管擔任各種行政職務 這些高管正在尋求商務部、國務院和國防部 以及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和信息與監管事務辦公室的職位 美國政客雜誌報導 拜登邀請了蘋果公司的前負責公共政策和政府事務的副總裁 新西亞霍根為其過渡團隊提供全職服務 霍根曾是拜登的長期顧問 曾在拜登擔任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時為他工作 面書的三位高管 扎伊德、利伯和厄柏曼是過度審查小組的成員 他們分別為國務院、情報界和小企業管理局提供提名建議 亞馬遜的高管湯姆·沙利文和馬克斯·雅茨 將分別後任國務院機構審查小組和白宮管理與預算辦公室 谷歌全球業務運營部項目經理施科特將成為國土安全部審查小組成員 政策特將成為國務院交代人間 館 吉他今日說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